如何将工作表转换为工作部 我发现这方面的网路上面 影片观资还蛮高的 那这些是看得出来应该是我写的 这也是自己写的 当然会参考一些别人的写作的方法 不过最后我是自己写出自己的习惯的方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到底有哪些重点 我先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刚刚一样有个清单 甲班这边清单 那我希望也是一样 抓这个的清单 将来另存新档 先抓乙班 把乙班另存新档 存到哪里呢 存到我们桌面上面 假设这样子 乙班到跟班 这个很快 那不过前提请注意一下 请你先在桌面上 因为我有就是指定桌面的 VBA这个资料夹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一定要自己新增一个资料夹 叫VBA 这第一个 如果你忘记新增 可能程式就卡住了 像我刚刚就忘了 好像需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程式执行 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执行 程式就卡在哪里 卡在这里了 真错 因为他找不到这个目录 所以记得你在执行之前 先确定一下 有没有这个资料夹 OK 我就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这样子很麻烦 有没有办法可以尽量避免这个问题 当然有 OK 反正什么问题都可能解决 只是说你要再去撰解对应的程式 是不是 什么都有 只是说你要把答案找出来就对了 那当然你可能就越来越复杂了 只是说怎么用什么方式比较简单 那第一个记得就是把目录键好 而且确定一下 这个目录的名称位置 是不是跟你这个路径是一致 那怎么知道一致 你可以从这边按右键 编辑位置 这边就出现了 有没有 这边按右键复制一下 你确定一下 是不是跟这边是一样的 如果不一样的话 请注意 后面一定要加一个斜线 斜线指的是跟目录 如果不一样 层次就卡在这里了 那没有问题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它要抓到乙斑 帮我存到里面去 然后换下一个 就是在这个清单里面 就我们刚刚的那个 这个清单里面 一个一个帮我全部做完 让我们来让它跑一下好了 就像大概这样 其实乙斑 你们不发现 请各位注意一下那个 可能因为我刚刚 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刚刚 它有一个active workbook 我把它切过去了 所以它又跑掉了 所以这个就 等一下我把这个 先不要存单好了 第一个就是把它转存 然后应该这个没问题 我刚刚因为 就是它有一个active workbook 的关系 所以转移之后 程式它就把它关掉了 OK 那关掉之后 因为又没有存档 所以就直接又重来 不过还好 因为云端上 还有放程式 那开起来的话 里面就是放 每个个别的工作部里面的工作表 那这个流程怎么做出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当然第一个我们先不讲VBA 我们先讲一般性 你要怎么做到 比如说你当然 如果说你不会用VBA做的话 你可能必须突发链钢 那突发链钢怎么做 基本上 1假扳 先找到假扳 按右键 右键里面的话会有什么 移动或复制 对不对 那复制的话 特别注意 这边是找到假扳 假扳这一个 那特别注意 它这边有个打勾 跟不打勾 打勾的话 会在原来的工作部复制 不打勾的话 意思就是什么 另外跳出一个新的工作部 然后把什么呢 把你现在选的这个工作表 变成一个工作部 所以特别注意 基本上这个地方是没有打勾 那如果没有打勾 在工作表物件里面 一样是copy Shits拿一个 刮5是假扳 点copy 后面没有放什么 after或before 意思是说 我不是放在同一个工作部 是另外跳出一个工作部 所以基本上我不打勾 特别关键在这里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我会跳出一个新的工作部出来 选择 比如选其中一个 然后 跟这里一样 这边有个新工作部 应该是新工 建立副本 假设假班 建立副本 这个地方新工作部 按确定 跳出一个 新工作部 这个时候 其实第一个动作 我们就是 share.copy 后面不要加 在前面 或加后面 因为它实际上动作 是这样的 然后呢 这个名称 它出来的名称 可能叫活跃部 第几个 因为我已经跳好几个 所以后面是 那我需要做什么 第二个是 另存新档 把这个名称怎么样 把它浏览 那我需要把它存在哪里 存在桌面上面的 我刚刚建那个目录里面 然后名称的话 给它什么 我给它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名称 那把它储存 储存完之后呢 特别是有 储存 在那个VBA里面 它有两种叙述方法 一个叫save as 跟一个叫save copy as 两者是不一样的 save as 就是平常就 另存新档 save copy as 是另存新档之外 就是等于是 复制一个 copy多一个复制 复制一个 也就是我把这个 复制一个过去 那最后的话 当然我 因为我已经复制一个 那所以原来这个怎么办 就关闭就好了 就不用 它会问我说要不要关闭 我不要储存 因为我已经save copy过去了 所以这个就不用储存 所以我其实是选择不储存 然后也不提示就对了 那一个两个一直 总共13个 所以我基本上跑个回圈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程式 我刚刚讲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刚刚做的动作 第一个一样是 for i 等于第二个 实际上就是第二列到第14列 第14列没错 第二到第14列 然后做什么呢 就是抓这个名称 因为这个名称是我要第一个 我要先把甲斑 先帮我存到这边来 存一个过来之后 然后换乙斑 换丙斑 一直到嗨斑 假设这样的顺序 那我一个一个存过去 基本上我做了哪些事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第一个先抓到甲斑的那个名称 先放在哪里 一样是放在X 所以基本上我这边是 它这个流程这样 就是一先把这个名称抓过来 抓到X OK 那做什么呢 copy 意思是说 shits 假扳 点copy 记得关键在这里 这个后面 没有什么呢 after 也没有before 如果你有after或before的话 它会在同一个工作表 同一个工作部里面复制 那如果你这里面没有 它就是另外新工作部的意思 所以新工作部 就是copy 后面没有东西 再来的话 它会跳出一个 这个时候呢 跳出来那个 那我不知道说 它是哪一个工作部 它一样会有个工作部物件 叫workbook加S workbooks 哪一个 你可以用顺序1234 你也可以用它的名称 它的名称可能叫活业部14 可是我怎么知道是活业部14 还是15 还是16 所以这个时候我可以用另外一个名称 叫activ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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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